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来进入突解大盘 那么 从日开的一个层面来去看待的话呢 今天三五盘还是被昨天所包含的 那么如果说今天下午盘依然处于包含的关系当中 它代表的是资金的一种观望姿态 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两天开线做一个处理 处理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如果说呢,是属于一种 把昨天的开盘和今天的收盘相较 那么可以把它看成一根平衡开线 但是这是下午盘就要去观察的 那么我们更多的从一分钟五分钟视角来进行解读 如果是属于多空平衡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一次 小的阶段性的方向的选择 就好比前面在这个位置咱们讲到 好,小阴星小阳星 那么后面的话呢 要观察的量能和资金的一个表达 那么呢,从一分钟的视角呢 当前可以理解为一分钟中速组件当中 因为呢,在昨天 咱们图解的时候讲到 从五分钟的节奏来去看待的话呢 对应的 这是一个可以把它理解为五分钟中速构建的过程当中 这个位置呢 可以作为五分钟的二类买点 那么相反弹的话呢 从节奏点上面来讲你是要找五分钟的卖点的 这个卖点的触发条件呢 不破前面高点是二卖 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那么对比的是这一段和它是否 整体来讲是否有被持 有被持的话呢 容易触发一卖 这是从五分钟的节奏点 一分钟的节奏点上面来讲的话呢 这个有一个一分钟中速 这个位置是一个秒级别的中速 3075的位置呢 作为一个超短的强弱分界 依然有效当前 那么从3100点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一分钟线的下 一分钟线的上 一分钟线的下 这个位置呢 可以暂且理解为一分钟中速构建中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在今天 下重点观察下午盘的节奏 它只要说呢 没有强有力的向上破前面的高点 这个位置的话呢 可以理解为一分钟中速组建 组建之后的话呢 后面观察的重点是 一分钟如果给周围向下离开段 那么比较这个离开段和前面是否有被迟 如果说有被迟 那么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五分钟的内二脉 下上下的五分钟中速组建 然后呢 再期待一个五分钟的向上离开段 告诉呢 这句比较这个位置和前面是否有被迟 如果说呢 它的力度逐步衰竭 就是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来讲 逐步衰竭 被迟关系存在 内部又有一分钟的结构 那么对应的话呢 好这个位置呢 就要防范的是五分钟以来的反弹随时可结束 如果说呢 先上力度比较强 打破被迟 那么呢 反弹可延续 这是观察的重点 这是一个退远 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 搁住了一个一分钟的中速之后 再往下 这个一分钟呢 现在还可以复杂一点 它可以再折腾一次呢 就属于做出震浪 但是呢 如果再往下打破了被迟 那么呢 就不能着急性的去把握买点了 而是呢 最起码要等一个下一个被迟点出现 然后的话 同样的再对比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走的复杂一点 但是呢 前面低点没有破 内部的被迟关系存在 接着破了一下 立马能收上来 内部有被迟 那么呢 才是一个五分钟级别 二类买点的一个识别 好 这是从一分钟的一个视角 当前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一分钟先端上 先端下 先端上 当前是可以把当成一分钟 中速逐渐的视角来去观察 好 那么用五分钟的维度来去看待的话呢 很更加清晰 五分钟先端上 五分钟先端下 五分钟先端上 那么当前的一个节点 五分钟一笔下 一笔上 一笔下 这个位置的话呢 可以理解为新的 一笔上的发展中 所以说呢 当前的一个跟踪节点 五分钟视角的话呢 可以观察和期待 五分钟内二买的 触发和触发条件 那么当前这个节点 从个股的一个呈现来看 大家会发现 今天的个股的表现并不算弱 就是人气还在 资金的活跃度还在 所以说呢 当前用咱们一周以前 讲到的一个视角 在本周更多的是 作为五分钟中速 组件的一个视角去观察 就属于震荡 那么震荡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于 一些板块的持续性 是要谨慎的 但是呢 对于板块的轮动 以及呢 对于 不管是从超跌反弹的视角 还是属于 轮动下的一些 低吸高抛的 这样的机微点也好 那么在本周的话呢 当前呈现的还算是不错 就能用低吸高抛的视角 见好就收 见不好就跑 好 这是对于指数 从一分钟 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观察 那么像创业版纸的话呢 我们来看 像创业版纸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姿态 它的呃 呈现是什么呢 前面 从2122在五分钟层面来讲 它是有一个五分钟中速的 那么五分钟中速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这个位置 如果给一个五分钟的线段回落 不进入这个中速里面来 它是容易触发五分钟的呃 三类买点的 如果说这五分钟级别的三类买点成立 内部的话呢 哎 有一分钟的结构 内部有被迟 这个五分钟中速又不接触 那么回落中呢 可能还会存在一个五分钟的呃 三埋 然后呢 再观察三埋转二埋 还是三埋转一埋 这样的一个视角 但是它局限于五分钟 局限于短线的一个示威视角 好 你要是用一分钟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呃 表达 像今天 昨天的回落 今天的低开 甚至是可以把它当成一分钟的 三类买点的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如果说这个线段上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那么就属于三埋转 一分钟的二埋 啊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哎 一分钟线段下 一分钟线段上 这个位置呢 一分钟后面呢 没有新高 没有突破2400点 而24001 然后呢 又给出一个一分钟的线段下 线段上 过一个一分钟的呃 走一个一分钟的中枢 然后呢 再走一个线下 离开段 五线走出来一下 五线段下 线段下呢 像在于用刚才的呃 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 触发五分钟 三类买点的这样的一个触发条件 这就是呃 推演的一个 视角和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么总体来讲的话呢 那么本周 其实也是和咱们前面 所分析 或者是所呃 推演的呃 节奏是大致相近的 用短线的一个视角 低吸高抛的维度 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机会点的 但是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节奏 注意这样的一个 低吸高抛的一个呃 一个灵活性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呃 复盘的 这是咱们今天的图解大盘的一个内容 好 那么具体板块的话呢 那么大家自己去呃 观察去挖掘 那么当前呃 例如像呃 不管是像从涨停分布来看啊 像呃 建筑昨天分化 今天呢又重新卷手重来 然而汽车类的话呢 像汽车 像呃 能源能源车方向 包括呢 像呃 电电力方向 那么近期的话呢 就这两天还是技术表达上面来讲 还是呃 有所活跃 后面呢可以去 跟一跟 以节奏 以节奏感的一个视角 以五分钟满满点的视角呢 去呃 观察去跟踪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呃 欢迎 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